因為我失聲了幾天 很糟糕 可能之前我去台灣的時候 已經是每晚3-4點睡覺 然後回來又剪片剪得很晚 然後我又再 觸發點其實是 我平時都不太敢吃熱氣的 不過剛好前幾天 同事就請吃 那個是日本米餅 我平時都不敢吃 但是我吃了 因為那時突然很餓 我沒有東西吃 那我就吃了 接著就開始喉嚨糖 然後啞了 突然發燒兼啞了 啞了星期五、六日 星期一我都已經硬要上班 是出不了聲 那些同事都很幫忙 有時候幫我聽電話 我老闆都知道我說不到話 都沒有說很擠得很緊要 我說話 我跳舞的老師 最初第一個介紹我 看的中醫是在元朗的 其實他可以的 醫我的傷風感冒也是OK的 拿捏得很好 知道你們的體質 就是這樣 但實在太遠了 我每次去到 都明明 例如五、六點下班 然後我就去 等九、六、八巴士 再排隊上了車 去到入到元朗 最快都要七點 或七點幾 再要等一下醫師 他不是經常有空 因為有時候走去做針 半個小時才出來 所以我可能只站在那裡吃風 或者在那裡等 都要等了很久才輪到 看完還要輪著 執藥 因為他的助手一對手 然後有時候又跟他吹水 再等車吃風 回來 每次回來 最快都要九點半 然後下車附近沒有什麼吃 我還要去 隨便只剩下竹檔 或者是一個魚腩粉檔 買碗東西回來 放下 然後我就要馬上開爐 那些還要熬的 不能說 藥粉等 等到可以喝 都十一、二點 我老闆就介紹了我 去我家附近的政府中醫 原來這間 在灣仔 試過在灣仔附近找中醫 打去問 他已經是三百多了 所以我覺得 而且我生病一次 我不是一次可以好 我怎樣都要看三、四次 四、五次才清掉底 自從來兩年前 兩年前之前 我試來這裡看 其實他的手足都很方便 進去給他ID卡 如果你沒有預早預約 就可以 通常 我通常都可以 因為我五點多下班 我一去到 暫時不是很多人 通常都不用五分鐘 已經輪到給我看 他有一些單張 我拿回來 我不知道看不清楚 其實他正常 如果你要他普通 熬的藥 座底就八、二元 八、二元 包你兩劑 兩劑 兩劑的意思是 其實是兩日藥 一天 醫師說你要吃兩劑 那八、二元 包你也有四劑 四劑 四劑 如果你額外再加 你要多加一個 中草藥的話 就是六十元一劑 一劑 總共用三劑 三劑都是一百八十元 便宜很多 如果你不想要那些 或者是要那些 煲藥 你自己回來煲 這個價錢是最便宜的 如果你不想自己煲 也可以 加十五元 他幫你代煲藥 每劑十五元 如果你是三日藥 就多加四十五元 然後呢 我就更差 我不煲了 來到這裡看 都不想再煲 我就要藥粉 這些藥粉 坊間很多人都在用這些 不好意思 我一日吃兩包 三日藥 這裡六包 其實他第一天給你八二元 他怎麼都會先把你八二元 他怕你走路 因為看完醫生 曾經試過有些人走了 藥又不拿 什麼都不正 那就 就走了 可能只是聽了醫生的意見 然後就出去找其他人執藥 或者不知道什麼 就是什麼人都有 那些醫生跟我說 那之後 就變了半年前 就改了制 一登記就要給了八二元 起碼給了一半的診金 看完出來再 拿藥單 他都再給尾數 先等我拿藥 這些藥粉 最初是八二元 不要先說最初 總之其實是七十五元 一劑 一日藥 一日藥 即是說 一日 這是七十五 兩包 兩包 兩日 三日 總共是二百二十五元 這裏 看一次是二百二十五元 那 最初 如果你剛進來登記 還沒給八二元 那 臨後拿藥 的時候 你就要多給一百二五元 這樣拿藥 就可以拿藥 而且另外還有六十五歲以上 有九折 他有收八達通 有收 credit card 有收現金 那這裏不錯 我通常都會用八達通 因為八達通 我是自動增值 所以拿了一張 credit card 就等於看醫生可以儲分 其實我覺得他也很詳細 譬如這些藥單 譬如我 今次病一病 我六號 我看了一次 那 一登記 一進去 他就有第一張 收了你八二元 坐下 有房號 幾點 去到 然後幾點看 那 什麼房 醫生我叫你進去 然後看完之後 醫生開了一張藥單 那你就拿了一張藥單 以及 平常那張藥 就 去配藥那裏 他又會 他就叫你回去 登記署 再付錢 給我美嫂 因為我第一次看他 是開我兩日藥 因為怕我病情又變 所以先開兩日 兩日藥 其實就是 八五元 我初一進來 就八二元 所以我美嫂只付三十元 那我就可以拿到 兩日藥 他們叫俗稱兩劑 我當時是四包 拿四包就這樣 然後 兩日後 我再去覆診 如是者 又是這樣的 sequence 又看了一段 然後 他又是開了兩日 那次 再來一次 我再看 這個衣絲 幫我轉了藥 然後再 轉了藥 然後再 開了三日藥給我 吃到今天沒有了 我剛才又再去看 看 因為我星期是剛剛開的 之前是直接開不了 我的字 全部講不到 現在又轉了藥 又轉了這一堆 我看了四次 即是第一次八五 第二次八五 第三次二二五 第四次 今天二二五 即是多少錢 都是七百五十元 即是我看了四次都是七百五十元 送腰 問題是很近的 我看完回來 吃飯喝藥 洗澡 搞完所有東西 我都不用八點幾 我就可以休息一下快點 我覺得很方便 其實也有很多年輕人去看 我看到的 不只是我才知道 或者 我再說說我喝的藥 好 等等 其實很多時候 我以前都是不懂喝妝藥的 因為 家人只會看西衣 但我看西衣很不好 我會懂得一個人散了 沒有精神做事 有眼睛 有眼睛 你控制不到的 口也很乾 吃到好像有口氣 很乾很乾很頸殼那些 然後 臉色也很灰色 我也是要看三次 都還沒清那些 很差的 即是病一病之後 須養殘了十倍 後來 中醫 我不是說我不接受的 而我後來 是因為 什麼事去看中醫 以前是生暗瘡的 即是 年輕時經常吃八暗瘡 我以為是熱氣 經常喝綠豆沙 西瓜 全部清熱 那些最喜歡 偶爾是隊館涼茶 怎知道是錯了 原來生暗瘡不一定是熱氣的 那就是元朗的中醫師 最初就看 他就告訴我 你不是啊 你是什麼 脾胃差 可能就是吃冷的食物多 小時候不知道 脾胃虛弱 胃火 羊 他們叫高 即是厲害 可能吃熱氣的食物多 熬食物 那些 不知道怎樣 那些肺聲聲降降的 我不懂聽 那些 都會爆瀡創 總之是不平衡 不如這樣說 人不平衡 都會爆瀡 經常爆瀡創 然後 這些也是 那時候真的用了很多方法 西醫去看 都是隨便開一些 膠囊圓 好像荷爾蒙藥 不知道什麼 以為可以 但是不行 浪費 然後 終於這個醫生 真的可以 我是審註 看他 他每次都可以三天 一邊看一邊喝 一邊喝 這樣調理身體 這樣 有沒有看過十次八次 沒有了 十次八次都差不多有一個月了 對不對 就不見了暗瘡了 很開心 真的沒有了 我覺得 好像神一般 我覺得 那我就很相信 因為 因為 我很怕吃西藥 其實我不需要吞 我每次都要咬碎 它來吞 因為我覺得那些藥 好像 咬著喉嚨 黏住了 不知道你們大家有沒有覺得 但有些人很厲害 都可以整個砸 一鍋過 我真的不行 但是 膠囊圓會比較好 膠囊圓 我覺得它浮起來 我也比較容易吞 還有 有時候 在吞的時候 我會想起 我自己很喜歡吃什麼 譬如說 我很喜歡吃冬菇 這樣 我會說 這隻冬菇很棒 那我就會幻想 快吞 這樣 因為我經常被人囂張 就是 喂 你怎麼可能這麼小顆藥 吞不到 你這個心理障礙 你就掌緊了喉嚨 所以你吞不到 你平時大大口飯 你又吞得到 就是 很好吃的東西 你大大塊也吞得到 那是沒有可能的 所以今天就是你那個人緊張 你覺得那樣東西不好吃 所以 就 吞了 因為 吞不到 那些 但是 其實真的不好吃 也挺好吃的 也挺好吃的 扯得太遠了 那 譬如我現在準備要吃藥的話 我 我現在沒有 所以我家裡就只有這個 死人杯 如果我上班 我早上也要喝一劑 晚上也要喝一劑 那 我會拿公司的紙杯仔 我也是在Jusco買的 12元店 小小的200ml的紙杯仔 那我先倒進去 我先倒進去 今次的剂藥就有些 很溶的 因為我下了 蕾退 那些 幫我透露 那些 不好的東西 出來 甚至中醫那些 都是幫你治標 不是只要按鼻體 按鼻體 按鼻體 而是真的幫你 發出不好的東西 讓你真正好 那譬如我現在這樣 我不要倒捨 不可以喝 那譬如我現在 我現在 我倒了出來 這樣 用藥粉 我都已經聞到一些味 那我就會怎樣 以前煲藥的那些 哇 整大湯碗 整個飯碗這麼大湯碗 喝到你 都挺難做的 其實有一個方法 我以前都喝不到 但是我老闆 也不是我老闆 應該是跳舞的那個MISS 教我怎樣喝 他是教我兒子喝的 他兒子當時八歲 但為什麼人家都喝到中藥呢 原來他說 很簡單 你當然不要一熱辣辣 拿著你喝 那一口就死定了 真的很苦 那你首先 譬如煲好那一碗藥呢 你就要攤到它和暖 即是不要冷了 又不要辣口 那就是可以喝了 你一定要喝的 你再攤就冷了 然後 然後呢 你就 心急 閉上眼 然後就 你喜歡喝一口也好 喜歡喝一口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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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歡吧 我就不喜歡 因為我覺得 又吸收多餘的糖分 那些東西吃了都不太喜歡 那 我還是喝一口水 沖一下就可以了 那現在 譬如這樣 那我現在去拿點水 好了 我又回來了 那我拿了水 我拿很少的 就是我不會 就是我不會 我不會喝到 反胃 這樣 少少的 再提醒一下 現在很黑 看到都反胃 我都聞到什麼 嗯 那沒辦法 我希望可以在聖誕節之前 康復 我不用聖誕節 都什麼都不能吃 而且接下來又有美食節了 好像很多東西吃 日韓美食 還有什麼 好像病了幾天 失了 總之說得出也有 總之說得出也有 然後我攪勻 攪勻 攪勻 那有時候那些火粒 它是不溶的 那你想用的 那 那 人家說中藥 就不要用匙間攪 那我習慣用快點料 我就會吸一吸蓋 焗它幾分鐘 而且吃這個藥 不會黑眼睡了 所以我現在主要有什麼病 都會去看中醫 這個藥袋裡面 後面還加上你怎麼煮藥 不過它跟我之前 元朗的中醫 的煮方法非常之不同 唉 我都不懂得翻渣 因為我以前那個是不需要翻渣的 而且以前有人 這些是不正統的 就是這樣說 我真的不懂 我看著那個藥 煮了四個小時 我試過 慢慢地 紋火在單張椅子 坐著看著它 看著它煮 傻了嗎 原來不是這樣煮 還要從冷水開始煮 天降都還沒煮完 我跟元朗的姐姐熟 她就跟我說 你怎麼煮這麼多個客人 幫人煎藥 怎麼煮得切 你只有兩個煮 原來呢 不過我呢 趕著沒有辦法 你知道我回來了也要9點多 那時候看完醫生 我都要用那個方法 真的快很多 沒有辦法 就是一倒些藥出來 其實不用洗 就 下熱水 我已經知道份量 每次都是 一個電熱水平 剛剛滿的那些 差不多我倒下去了 1.5L還是什麼 通常用5-6碗飯碗水 因為我又要去洗澡 所以我會先開小火 因為怕它會煮死 而且不要吸灑蓋 當我炸彈 洗澡之後 我就不一樣了 開大火 讓它滾了 然後呢 再用小火煮 最重要是因為 先加熱水 跟藥一起煮 你會快很多 那幾乎 如果這樣煮完 煮沸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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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小時 多給你10分鐘 就不會看到幾個都不能喝 這樣就死了 對不對 以前不懂煮 經常去玩玩電腦 都焦了 所以很麻煩 我不是說 值得一試 叫你生病 絕對不是這樣 不過如果有需要 我覺得是一個介紹 因為如果不是有人介紹我去 我可能現在還是要看那些很貴 或者很軟的中醫 我記得有一次 我跟醫師聊天 因為他剛好有空 沒有下一個病人 我說你也好 如果你自己 可以幫自己診症 或者開藥 就省了不少 或者幫家人看 他就說 其實自己不可以幫自己打准的蜜 因為蜜象跳動的心跳是不同的 自己打自己是不行的 就是把子蜜不行的 只會是大概知道自己 什麼病 知道自己是什麼 開少許藥給自己吃 也可以的 就是去執藥 跟著他就說 其實都不是 因為你們現在這個收費 就等於是免產羹一樣 其實只是計了你藥費 所以他根本沒有收你醫生賺金 所以這些 那我回來再計一條數 又是呀 全部只是藥錢 所以我覺得是很便宜 很划算 好了 說多幾講 現在我覺得我的藥已經凍了 我現在 拿回來 先看看 那可能他沉了底 我再攪拌一下 再攪拌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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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過喝完 再一次過喝完 我先把這筷子拿走 我準備了水 其實每次喝藥都會有些掙扎 因為始終它真的不是好喝的東西 它是苦的 對不對 不會說很想喝西瓜汁 真的不是 現在是苦的 現在是苦的 給大家看看 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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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 我希望可以盡快喝掉 用那一招 必殺技 不要看著它 看著它 那個視覺 感覺是零細難喝的 這個是我自己的方法 或者人家比我九倍喝掉 但是我真的 唉 不要想太多 腸痛不如亂痛 兩口喝完 還有些渣子 我都不想喝下去 沖一點點水 拿進去 喝下去 喝完了 之後我會喝很多水 我也是膽粗粗踩上去 儘管試一試 因為一轉醫師 始終心理上 都會覺得 信不信得一個 對不對 但是 我心想你不試 就永遠困死 要看一個 不是說要 特別說不幫襯誰 有時候 如果他休息 你有病 那怎麼辦 你也要找個事 所以我覺得 尤其是病的時候 如果還要去那麼遠 我老闆經常說 很荒謬 為什麼要去元朗看 但是 畢竟跟那個醫師熟 有些情意結 都會看開他 覺得病 那他可以洗 我覺得 不可以轉帝國 現在不可以 更糟糕 但是 現在試過 其實 那些醫生都很高 真的 哇 我看到他們的卡片 是博士 還要試 很多都是 好像大學生 你真的看不出來 但快到不得了 打電腦 馬上已經開藥 幾乎 幾乎 已經放完 已經知道 我覺得 其實 不是年輕的問題 有沒有療療的問題 這樣 對了 其實有些東西 補充 我忘記了 我現在停一停 經常都不記得 有些東西要補充 那他這裡 政府的 所以那些醫療券 都是可以用的 如果是老人家的 還有 如果你說 有時間煲藥的 其實不是一定要用這些 藥粉才叫做 不是的 有時間煲藥 我都試過剛剛來幫襯 那時候 我都說 煲 我都想試煲 因為用最便宜的方法 還有 如果有些人 有電子藥中藥煲 可能那些很幫助 不用看火 還有 通常 如果你是煲出來的藥 譬如當有十成功力 醫療的話 通常這些火粒 就 弱一點點 你當八成這樣 對 這些是有些餓 老闆經常都吃藥 吃到什麼東西都 透過我 他告訴我 有些事情 至於 你說洗不洗得了 其實很難說 試過有時候 我住 平時那個朋友 他住 將軍路這麼遠 他也有介紹 他的家人 或者媽媽 去看 針灸 他真的不省給你的 三、四十支針都給你的 有多少就照顧 因為不是自己的錢 不是自己的成本 我覺得很OK 我覺得 絕對不是說 好像 西醫急症室那樣 其實西醫急症室 有時候也不是太差 我上次 譬如 不是PK的 新年的時候 我說 為何痛了十天都還沒好 搓了很多 起了一條桌 散了九成雨 但還那麼痛 我怕是裂骨 我去照 當然去那裡照 因為醫院有所有的東西 如果你出去照 也要四百元一張片 我上次試過 還沒有醫生解釋 你是去看醫生 你不會 還要自己去想 是否要照 未必是那樣東西 因為到時又不是那樣東西 又去別處再看 這更糟 所以在這些情況下 就算你怎樣 都去醫院看 是最好的 因為起碼一知你什麼事 他就傳你去什麼房間 什麼X方機 總之那兩百元就包了你 在初步診療的時候 如果你不是趕時間 不是急 又不怕 蹲在這裏有病毒的話 你戴口罩 其實去醫院看 好一點 始終急症室是會多人一點的 因為人們都是純純西醫 所以中醫這邊 我覺得很好 很棒 我不知道我的影片 出了街後 會不會突然害了自己 都論排長龍都沒得看 但是 所以這邊 每次都不用等多個三個字 至四個字 其實有時候 九成都是十分鐘 看完三個字 已經拿藥 走得了 真的省了很多時間 其實有醫師會說 因為有些人 長期病患者 例如癌症或什麼 他們是提中醫去調理身體 醫治自己 很多醫生都在看病人 反而覺得我們的雙峰咳 是小事 反而他們會覺得 我的病人都很少來看雙峰咳 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人 雙峰咳就會去看西醫 或者是吐 或者是說自己沒有病 我不知道 有很多人可以看外面的私家醫生 所以這裏都不會太 擠勇地說 每個人都來看雙峰咳 排長龍 一定是沒有西醫的急症室那麼厲害 所以 我覺得 快、靚、正 就是這樣 我希望今天我的分享 對有需要的人也有用 絕不是Hardset 一定不會 對我又不會有利益 其實我不知道 突然間 心血來潮 就想著分享一下這條影片 我覺得其實真的有用 因為不說真的 沒什麼人知道這些事情 其實 其實 你如果在Yahoo打政府中醫 搜尋 搜尋 他已經出了這個 中醫部門 他其實不只是在灣仔 忘記說這個很大的項目 他根本遍佈香港九龍新界 上環 我記得上環 不知道什麼普洛里 還是什麼 就算什麼 很多分區的地方 所以你們可以看看哪裡 近自己 那我自己 當然是離開這個區 灣仔區 那我希望你們有用 那我今天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雖然有點長氣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計劃 要說什麼 心血來潮想說什麼 想起什麼就說什麼 那我希望你們有用 拜拜 下集一段時間 下一集